《猎王记下》第十一章 雅哈谢的母亲雅他利亚 看见自己的儿子死了 就起来消灭王室所有的后裔 但约兰王的女儿 雅哈谢的妹妹约十八 把雅哈谢的儿子约阿师 从正要被杀的王子中偷了出来 把他和他的乳母藏在卧室里面 他们把他收藏起来 躲避雅他利亚 免得他被杀死 约阿师和他的乳母 在耶和华的殿中躲藏了六年 雅他利亚却做王统治那地 在第七年 耶和耶大派人把加利人 和卫兵的众百夫长带来 领他们进入耶和华的殿中 和他们立约 使他们在耶和华的殿里起誓 然后把王子带出来和他们见面 他又吩咐他们说 你们要这样做 你们在安息日值班的 三分之一要守卫王宫 三分之一要在苏尔门 三分之一要在卫兵院的后门 你们要轮班把守王宫 你们在安息日不用当职的两班人 要为王的缘故守卫耶和华的殿 你们要在四周围护着王 个人手中要拿着自己的武器 擅自闯入班次的 必被处死 王出入的时候 你们要紧随左右 于是众百夫长 照着耶和耶大祭司的一切吩咐去行 他们各自率领人马 无论在安息日值班或不用当职的 都来到耶和耶大祭司那里 耶和耶大就把藏在耶和华殿里 属于大卫王的毛枪和盾牌 交给众百夫长 各卫兵手持兵器 从殿的右面到殿的左面 面对祭坛和殿 围绕着王势力 耶和耶大领王子出来 把王冠戴在他的头上 又把约书交给他 他们就永立他为王 用膏告他 并且拍掌说 愿王万岁 亚他利亚听见卫兵和民众的声音 就进到耶和华的殿 众民那里去 他看见王子按着规律 站在柱旁那里 首领和号手在王的旁边 当地所有的人民欢乐吹号 亚他利亚于是撕裂衣服 呼叫 反了反了 耶和耶大祭司吩咐众百夫长 就是统领军兵的 对他们说 把他从各班军兵中赶出去 跟随他的都要用刀杀死 因为祭司说 不可在耶和华的殿内杀死他 于是他们下手拿住他 他回到王宫的马门的时候 就在那里被人杀死 耶和耶大又使王和人民 与耶和华立约 好使他们做耶和华的人民 又使王与人民立约 然后当地所有的人民 都来到巴黎庙 把他拆毁 把他的坛和像完全打碎 又在祭坛前 把巴黎的祭司马坦杀了 耶和耶大祭司又设立官员 管理耶和华的殿 他又率领众百夫长 加利人 卫兵和当地所有的人民 护送王从耶和华的殿下来 经卫兵的门进入王宫 这样约阿师就坐上了王位 当地所有的人民都欢乐 合成平静 至于亚他利亚 他们在王宫用刀把他杀死了 约阿师做王的时候 只有七岁